你會注意到近年來有一個趨勢呢 受到韓國整形風潮的影響 受到韓國整容風氣的影響 很多的美容產品、醫器技術越來越厲害 許多的美容產品或者技術越來越厲害 許多的女人去做這種微整形的醫學美容 很多的女性做很多方面的整容 他們要讓自己的眼睛看起來像日本女星兵不起那樣子 要整到眼睛好像日本的女明星 那個嘴唇要像Angelina Jolie那個嘴唇那樣子的豐滿 嘴唇又好像一個美國的女明星那麼豐滿 他們要像陳思璇的這個腿這樣子的美麗 那隻腳呢又好像一個 陳思璇 香港的女明星那隻腳那麼漂亮 然後呢要像林志玲台灣的那個女星 那個鼻子那麼漂亮 那個鼻呢又要像一個台灣的很出名的女星 林志玲 他就去整形啊 要這個人的眼睛 要那個人的嘴巴 要那個人的鼻子 所以他會要一個人的眼 第二個人的鼻 另外一個人的嘴 好啦做出來了這個臉呢 這個臉呢看起來是蠻漂亮 可是就是怪怪的 那看出來呢每一樣都好像很漂亮 但是加起來就好像怪怪的那樣 不太協調 不是很調協 但是呢消費者不管這些 還是勇往值錢 但是很多消費者呢 仍然是不理一切勇往值錢 就是要美 就是要有一張明星臉 就是要漂亮 就是要一張好像明星那樣的臉 肉毒桿菌啊 玻尿酸啊 賣蔥光啊 現在很流行 你們聽過嗎 有好幾樣的整容的技術 我都沒聽過 所以我都不會翻譯 沒錯 我相信大家可能真的都沒有聽過 這個舉一個例子好了 這個肉毒桿菌呢 就是打一種東西到你這個有皺紋的地方啦 喔 法令紋啊 這個抬頭紋啊 這些打下去 皺紋都不見了 他講一種是Botox 打進去呢 就會令那個皺紋消失的 所以現在這醫學美容的市場非常的大 現在這個美容這個市場呢 非常之大 一年要好幾百億啊 一年呢 統計說有好幾百億 美國的市場就是最大的 佔了一半以上 而在美國呢 這個市場是最大的 佔了全世界的一半 謝謝 你們都沒有貢獻啊 各位 有沒有對這件事有沒有什麼貢獻 大大小小 我相信一定有 醫學美容的商機這麼大呢 只有在說明一件事情 醫學美容這件事呢 就是講給他聽一件事而已 太多人都對自己身體的部位很不滿意 就是說大多數的人呢 對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呢 不滿意 所以只要有辦法呢 不論怎樣呢 都要想要去把它整掉 想要去把它原本不好的丟掉 把很弱的地方 看著不好的地方拿掉 所以無論如何呢 都要將身體上高 認為是弱點 認為是沒有那麼好的地方呢 要改 想要去換成一個比較好的 那麼今天讀的經文 初代教會 在哥林多教會 也有類似的問題 今天讀的經文呢 就是二千年前 在哥倫多的教會 也同樣有這樣的問題 他們不是外觀上的美容的問題 但是他們這個 不是外表上觀感的問題 而是屬靈恩賜上的美容的問題 而是屬靈上的恩賜這個問題 在哥林多教會裡面 有好多充滿恩賜的人 在哥林多這個教會裡面 有好多充滿恩賜的人 但是他們靈性上 是停在吃奶的階段 但是他們靈性上 仍然是好似 寶寶仔吃奶這個程度一樣 會有之間的紛爭不斷 會有之間的紛爭不停發生 分黨結派的 會分黨結派 我們今天所聽到的經文呢 今天我們所聽到的經文 保羅用身體來做比喻 來說教會應該要有的合一 司徒保羅說 我們應該用一個人的身體 來講明 我們要合一 很簡明地來指出 哥林多教會他們的問題 很簡明地講出 哥林多教會他們的問題 有些人呢 他們不想當原來的自己 有些人呢 他們不想當原來的自己 他們不喜歡原來自己的恩賜 他們不喜歡他們本身已經有這個恩賜 他們很想跟別人一樣 他們想學別人一樣 他們認為當使徒啊 當先知啊 在教會是最受人家敬重的 他們認為做師徒 做先知 是最令人敬重的 能夠醫病能夠說謊言 也是任人很羨慕很羨慕 如果能夠醫病 能夠講謊言 所以就想要像別人 所以就要學他們這樣 那麼另外一些人覺得自己的恩賜 非常的優秀 另外有些人呢 反而覺得自己的恩賜 是很優秀 就驕傲起來了 就驕傲起來 所以會講出那種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這種話 所以他會講出話 其實我都不需要你的 這句這樣的話 這話真的是很看清很排斥的一種話 這是一個很排斥的說話 所以會讓這些沒有這種恩賜的人 心裡很不滿 很受傷 所以令那些 認為自己沒有這種恩賜的人 心裡面不滿 很受傷 所以不願意服從 也不願意同工 所以他們就不會容易服從 或者跟他們一起工作 所以保羅就這樣苦口婆心的 教導他們 所以保羅就是這樣 不管這些恩賜多好多豐富 不論你的恩賜是多好多豐富 教會的這個合一呢 只要教會有合一 基督的身體 那個才是基督的身體 因為無論我們的恩賜 每個人的恩賜是多麽富足 只要是能夠合一 然後教會 然後教會 基督的身體 才可以強壯 所以任何有一個單一的部分 再強都沒有用 所以任何單一的部分 多強壯呢 都是沒有用的 他都沒有單一個 能夠代表基督的身體 其中二十二到二十五節 如果你手上還有聖經的話 我要特別來指出這一段聖經文 會現在講出那段經文裡面的特別的提議 二十五到二十五節 這一段呢 讓我特別的激動 這段聖經呢 令葛美娜呢 特別的激動 他說 不但如此 身體 身上肢體 人以為軟弱的 更是不可少 不但如此 身體 人以為軟弱的 更加不可笑 身上的肢體 我們看成不體面的 越發給它 加上體面 上帝搭配這身子 要把加倍的體面 給那有欠缺的肢體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 總要肢體相顧 這一段經文讀了下來 各位兄弟姐妹 你注意到了嗎 這段經文讀出來 白兄姊妹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教導 跟我們剛剛聽到 現代的這種美容 要美容的這種心理 完全是相反的 這個教導 跟我們今天所聽到的 對美容的這種心理 完全是相反的 為什麼保羅呢 這比較強調 在基督身體裡 這個軟弱的肢體 有它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呢 為什麼保羅要特別講出 這個所謂軟弱的肢體 它的重要性呢 我們的靈性成熟的嗎 我們的愛心完全的嗎 這個就是看一下 我們的靈性 是不是成熟 我們的愛心 是不是完全 那要看我們 能不能兼顧 我們當中軟弱的肢體 要這樣就要看一下 我們當中 我們幾肯照顧 所謂軟弱的肢體 用不怕吃虧 不用回報 不求回報的這種愛心 來對待他們 要用一些不怕吃虧 不求回報 這樣的心 來對待 這些軟弱的肢體 如同耶穌基督 愛我們每個人一樣 這個就是 好像耶穌基督 愛我們每個人一樣 我們常常強調 耶穌基督在我們 還是軟弱當罪人的時候 就愛我們了 耶穌基督 當我們軟弱 當我們還是做罪人的時候 就愛我們 就是這樣的愛救贖了我們 就是這樣的愛 救贖了我們 我們知道軟弱的人 常常是有自卑的情節 我們知道 自己以為軟弱的人 就是有自卑感 覺得自己不夠好 沒有人會愛 覺得自己不夠好 不會有人愛他們 但是他們一旦知道 有人真的愛他們 如果他們知道 真的有人愛他們的話 他們的心 就願意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呢 來佩得那樣子的愛 他們就有心 將自己變得更好 來配合這些愛 沒有人想要當弱者 沒有人想做弱者 但是呢 一個會看清弱者的人 也絕對不會是強者 沒有人想做弱者 但是一個認為人是弱者的人 他也不是強者 真正的弱者 他是會去尊重弱者 真正的強者 是會去尊重那些所謂弱者 會用愛來建立他們的自信 會用愛來建立他們的自信 鼓勵他們發揮上帝給他們的恩賜 鼓勵他們 幫他們發揮自己 上帝給他們的恩賜 這樣使他們得到建立 要他們能夠得到建立 自己蒙福 自己蒙福 甚至別人因他們來蒙福 這個就是別人 因為他自己而蒙福 保羅就是要我們藉著 這樣子一個軟弱的肢體 保羅就是這樣說給他們聽 我們要藉著一個軟弱的肢體 來操練自己成為靈性的強者 來操練自己成為一個靈性的強者 當今的世界上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們也是用這種愛護弱者的標準 來斷定一個國家是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來決定一個國家是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一個國家能夠照顧弱者 照顧得很周到 那個就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一個國家如果能夠照顧弱者 照顧得很周到 我們說這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我們現在看圖片 POWERPOINT 等台 來看一個圖片 這裡有一條狗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看這個圖 這隻狗 這狗我們看到他只有兩條腿 是吧 我們看到這隻狗有兩隻後腳 這條狗叫做信心Faith 這隻狗的名字就是信心 他出生的時候 連他自己的狗媽媽也覺得 兩條前面的腿沒有了 沒希望了 他出生的時候 甚至狗媽媽看見這隻狗 缺了兩個前腳的 他都認為這隻狗沒有希望 他呢 這狗媽媽要坐在這 他剛剛伸出來 這狗媽媽要坐在他上面 想要把他悶死 這隻狗媽媽呢 這狗媽媽呢 見到他沒有前腳 想著他都是不行的了 就把他身 壓在這隻狗仔那裡 想捕死他 他的第一個主人呢 也覺得這個狗 這樣下去太辛苦了 想要替他安樂死 第一個主人呢 看見這隻狗這樣呢 都覺得這狗沒有希望 想將他用人道毀滅 但是後來有一家人 叫做Sring Fellow這家人呢 發現了這條狗 但後來有另外一家人呢 發現了這隻狗 他們願意收養牠 照顧牠 照顧牠 照顧這隻狗 他們呢 就是有一個信心 覺得這隻狗 他們要把牠照顧到 牠可以走路 他們有信心 能夠將這隻狗 訓練到可以走路 因為他們有這個信心 所以他們幫著這條狗 取名叫信心 因為牠們有信心 所以牠們幫這隻狗 訓練到牠有信心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幫牠這條狗 放在滑板上 讓牠去覺得 這個行動的這個 movement 開始的時候呢 牠將這個狗 放在滑板上 讓牠有感覺到 活動這個感覺 後來牠們要鼓勵牠動 牠就用那個花生醬 用湯匙用一點花生醬 這樣子好像要引誘牠站起來 要讓牠動 跟著呢 牠們用那個匙羹 做些花生醬 高一點 引誘牠 讓牠伸高個身 慢慢的牠真的這樣子 為了要吃那個花生醬 牠就站起來了 就是這樣慢慢慢慢 這隻狗仔 就懂得用兩隻後腳 站起來 後來甚至會跳 會走路 甚至會跳 更加會好像人一樣走 用了六個月的時間 只是六個月的時間 這條狗變得好快樂 這隻狗就變得很開心 牠可以去公園裡玩 牠可以去公園裡周圍走 我們看下一張圖片 牠也去做訪問 這狗在去做訪問 去那些少年感化院做访问 他也去像儿童病院那种地方 也去儿童病院的地方 他甚至到前线去访问那些士兵 甚至他去前线去访问那些士兵 每个人看到他都受到深深的鼓励 每个人看到他都受到一种鼓励 在这样一个残缺的身体里面 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残缺的身体里面 有一个健全的灵魂 有一个健全的灵魂 这就是他给人看到的鼓励 这个就是他被人看到的鼓励 他现在是文明国际的一条狗 这个是一个已经出名全世界的一只狗 美国的人物杂志 People's Magazine也把它当成封面 美国的People's Magazine 在2008年又将它做封面人物 所以我们看到这只狗 它残缺 它很软弱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狗 以为它是很软弱 但是它因为这个主人无比的爱心呢 它真的是发挥它的潜能出来 就是因为它主人的爱心 能够帮助它发挥它所有的潜能 超过它原来有的能力 这个可以说超出它原本可以做的能力 四条腿的狗有几只可以站着走路呢 你看它还可以帮助人鼓励人 耶稣的门徒彼得 他因为害怕 因为它害怕 我记得它软弱到有三次 接连三次的不敢认主耶稣 我们记得它有三次的不肯认耶稣 但是因为主耶稣对它的爱 对它的接纳 让它能够真的得到信心 日后成为基督教会的基石 就是因为耶稣对它的接纳 对它的爱 令到最后的变成基督教的处石 所以兄弟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每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 我们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能 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能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 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没有人永远是俊美的肢体 没有人永远是俊美的 俊美的 也没有人一直都会是软弱的肢体 也没有人会是软弱的肢体 但愿我们都能够通过爱心 来通过这个爱心试经时的考验 但愿我们都能够通过爱心 接受这个爱心的考验 用爱来互相改变彼此软弱的地方 用爱来互相复离彼此软弱的地方 来互相建立 互相建立 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基督强壮的身体 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强壮的身体 希望我们现在来用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来当我们的祷告 来让我们得到服事的心智 让我们的灵性可以更加成熟的心智 让我们唱诗 现在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来做圣诗回应 来鼓励自己 我们唱诗397首 我们唱普天重赞397首 我们只要唱一节就好了 我们就唱一节就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完全杨 优优独播剧场未经许 你们认识 由于 vulnerabilities 顶必 stop 微笑 明珊 可以 是 不是 可以 感谢观看